平心而论 邓肯这时候那是真的诚心实意 他很欣赏这位意志坚韧 性格直率的审判官 欣赏他在那场灾难中的表现 而即便抛开这份欣赏 他也十分珍视凡那这个特殊的节点 如果不是足够的巧合 要想在教会顶层人员中安置这么一个节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要与其建立起最基础的交情那更是难上加难 凡那很耿直 这份耿直反而决定了他不会否认邓肯在庇护普兰德这件事上的功绩 决定了哪怕他个人在别扭 也会在这份大人情上恭允对待 只不过邓肯这边的诚心实意在旁人听来多多少少就有点吓人了 一个如诅咒般无法斩断的联系 一个能随时入侵自己思维的亚空间阴影 一个强大到可以扭转历史污染却目的不明的尚未存在 也就是凡那意志坚定 这要换个人怕是三check都已经过好几轮了 凡那定了定心神 他毫不回避地迎着邓肯的视线 心中仍旧充满警惕 从理性上 他仍不敢相信这个幽灵船长跟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哪怕对方确确实实庇护了普兰德 这庇护行为背后也说不定有什么更可怕的阴谋 因为类似的阴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但从感情上 他的感情在劝自己不要太相信理性 双引号 您究竟想要什么 凡那轻轻吸了口气 他再一次表现出了质疑 但这次 他的质疑中却不只有纯粹的抵触和警惕 而是多了一些认真 他想认真和这位传奇船长谈谈 认真听听对方想说什么 哪怕不是作为朋友 也可以暂时不当敌人 而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顿了顿 又紧跟着补充了一句 不要再说什么整点薯条了 我想听些认真的东西 双引号 其实整点薯条就是认真的 邓肯一脸无奈 如果可以的话 还有大量的番茄酱 凡那 我在改善自己船上的伙食 这不明显吗 邓肯突然笑了起来 凡那的所有反应都没有超出他的意料 接着他在镜中走动了一下 仿佛是坐在了什么东西上面 以一种十分放松的姿态继续说道 凡那 你认为一个像我这样的船长 平时都在做什么呢 平时都在做什么 凡那一愣 他没有注意到这场交谈已经从剑拔弩张的气氛变得 平和下来 在镜中那身影坐下之后 后续的话题便仿佛是两个朋友在闲谈一般 我 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是啊 你没想过 所有的人都不会想这些问题 因为一个可怕的幽灵船长只要负责可怕就行了 我最好是24小时都在不断地构思一些颠覆世界的阴谋 这样才比较符合人设 但实际上呢 邓肯说着 贪了贪手 我有一艘非常非常大的船要打理 而那艘船上还有不少让人头疼的家伙 我的船员经常会搞出乱子 每次都让甲板上鸡飞狗跳半天 诗香号上的伙食是另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但更大的问题是供应热水 我最近在考虑往船上安装一套锅炉 不知你有什么推荐 我不太了解锅炉的事 等等 不对 不是这个 凡那下意识的开口 刚说到一半就觉得有哪不对 他瞪大了眼睛 看着镜子中似笑非笑的幽灵船长 总觉得对方的笑容中带着对自己的野鱼和 逗弄 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些 而且 呃 您是认真的 邓肯调整了一下姿势 他看着凡那的眼睛 表情渐渐认真起来 凡那 注意到了吗 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可怕 未知是恐惧之源 现在 你对我有一定了解了 凡那一时间没吭声 因为他已经完全跟不上这位船长的节奏 此刻根本不知该做何回答 但在沉默了片刻之后 他还是轻轻呼了口气 尝试着转移话题 您带走了太阳碎片 也算清除了普兰德城邦内的另一大隐患 这件事我也该表达感谢 邓肯嘴角微不可查的抖了一下 举手之劳 我有收藏的爱好 但实际上他想说的是自己刚才已经把太阳碎片送回普兰德了 虽然妮娜一开始还兴冲冲的想要在船上过夜 但后来他发现自己认床 不回家睡不安稳 邓肯怕自己这句话说出来瞬间对面就是一个跳P 凡那却没有注意到对方表情的瞬间变化 他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现在城邦中的秩序已经渐渐恢复 中烟传道时造成的污染余波已经完全消退 而那些召唤黑太阳的邪教徒 已经如他们所愿 成为烧尽的柴心 希望您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 还行 反正他们迟早还会冒出来 邓肯随口说着 一端崇拜者是邪神的呼吸 而只要那些根源没有被消灭 邪教徒是消灭不干净的 下次见着了继续清理就是 凡那若有所私地听着邓肯说的每一句话 脸上的表情则只是略带好奇 听上去 您和那些一端崇拜者关系很差 你想打探一些情报 邓肯微笑起来 因为这是近百年来罕有的 能够直接了解邓肯船长以及诗相号的机会 但你可以直接问的 凡那一时有些语色 脸上表情也尴尬起来 不过很快 他便听到了静中传来那位幽灵船长坦然的答复 我不喜欢那些邪教徒 太阳教徒和中烟传道士都不喜欢 至于崇拜幽祟圣主的湮灭教徒 不太了解 但其中大部分应该也都是令我厌烦的疯子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这件事报告上去 就说诗相号与三大邪教都是敌人 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邓肯船长会乐意消灭任何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邪教徒 这个情报应该是有用的 双引号 感谢您的回答 凡那迟疑了一下 还是很认真地点头说道 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邓肯又问道 凡那抿了抿嘴唇 当然有 但他不知道在涉及到自身信仰动摇 涉及到亚空间的问题上 向对面这个幽灵船长询问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最后 他还是没有谈起自己此刻的困惑与动摇 而是旁敲侧击地问了各与自己有关的问题 我想知道 亚空间是否会回应凡人的愿望 以及 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怎样的代价 凡那在最后特意提到了代价 因为他很清楚 这个问题和自己刚才跟对方的交谈完全不同 刚才的交谈并不涉及超凡领域的知识 而现在这个问题 是在向一位亚空间归来的阴影寻求禁忌知识 这已经是危险举动了 他并不惧怕支付代价 但他希望知道这代价是什么 不用这么紧张 没什么代价 尽忠的邓肯却笑了起来 因为我跟他们真的不熟 凡那 啊 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我会了解很多有关亚空间的秘密 邓肯有点无奈地揉了揉额头 我是去过那地方不假 但我又不是在亚空间里搞人口调查 你住在街区 你就认识街区上的每一个人吗 凡那点点头 认识啊 邓肯 凡那一下子反应过来 有点尴尬又有点后之后觉得补充 当然 也可能有不那么熟悉 好吧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虽然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但我能看出来 这个问题就与你刚才糟糕的状态有关 邓肯恢复了那副严肃认真的模样 你被亚空间里的什么东西缠上了 凡那表情古怪的看着镜子里的邓肯 邓肯想了想 又补充了一句 我的意思是除我之外 我不知道 凡那摇了摇头 随后他又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 但最后一刻还是没有说出来 好吧 看来你仍有些顾虑 我能理解 邓肯倒是毫不在意 不过如果真的施压空间的什么东西在找你麻烦 可以向我求助 至少在这个领域 我能帮上你的忙 凡那沉默下来 过了将近十几秒钟 他才突然打破沉默 为什么 你是问我为什么愿意帮你 邓肯的声音从镜中响起 在凡那听来那仍然是威严甚至有些阴郁的声音 但此刻似乎又多了一些温和诚恳 或许是因为曾在普兰德并肩作战吧 凡那 我很欣赏你的坚毅和勇敢 镜中的身影站了起来 那位幽灵船长似乎准备离开了 凡那顿时稍微松了口气 他其实也说不明白自己此刻到底是警惕谨慎还是单纯的紧张赶在作祟 但对方离去的意图确实让他陡然放松了一点 不过就在邓肯的身影即将从镜中彻底消散的时候 他又好像想起了什么 突然开口 等等 还有一件事 邓肯微微侧过脸 嗯? 之后 凡那有些卡壳 又组织了一下语言才略带迟疑的开口 我是说 如果您还打算出现的话 能不能别总是这么突然 邓肯没有回应 她的面容笼罩在镜子深处的阴影中 看不出是个什么表情 过了几秒钟 凡那才听到对方的声音传入耳中 下次我敲门 我们下期见